为了让佛光会的成员们更加了解协会的宗旨 国际佛光会的欧洲各个协会举办了云端讲习会 带大家回顾了幸运大师过去创建的历程 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到幸运大师在30年前 创办这个佛光会他的一份用心 一步步回顾幸运大师创建佛光会心路历程 国际佛光会欧洲各协会联合举办线上讲习会议 让佛光会成员们深入了解协会目标 透过我们来帮助整个社会更加的安定 更加的有力量 以安定社会怀抱慈悲为宗旨 国际佛光会多年来致力为社会奉献 不仅将信仰带入生活 也发掘人人内心佛性 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每一个人都能成佛 所以幸运大师常常勉励我们 我是佛 意思是要我们直下承担 培养这个慈悲欢喜的性格 透过奉行三好四给 然后提升自己广结善缘 一定要坚定的信仰 要意思一道 要正知正见 要有同体共生的精神 不仅局限于佛光人 以鼓励大家将人间佛教法喜传递周遭 建构美好世界 人间卫视总阁报道 如果 Game Over 请不吝点赞ikan 感谢观看